大家好,我們是DOWS Mothers 我是安財 我是Andy 今天這一集我們來 YouTube收入大公開 首先我要先讓大家知道 因為畢竟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我們做YouTuber 要得到什麼條件過後 才可以從YouTube那邊得到一點收入 其實我們一起經營YouTube 也快要兩年時間了 然後我也沒有太過去 纏到這個賺錢的這個部分 這個YouTube是想賺錢 因為我是一直在想賺錢 因為我是比較負責後台的東西 他才是負責前台的 其實我們做YouTube呢 收入是來自於廣告費 就是可能你們看看一下這個影片 你們中間會可能看到一些廣告啊 一些10秒15秒的 是不是很討厭那種 其實那一種就是我們的收入來源 就是有多少次看到這個廣告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多少收入這樣子 條件就是你們必須要先達到 1000個subscriber 我們還需要在一年之內累積 4000個小時的觀看市場 同時這兩個達到1000跟4000個小時 這樣可是如果一年過後 我們還沒有達到這樣子我們的頻道 是不是會廢掉啊 其實不是 其實這個一開始我也是去研究 我也是很擔心這個問題 一年之內要達到其實只是那個 4000個觀看小時 1000subscriber是沒有在一年之內 你1號開頻道到明年的1號 這一年的時間裡面 如果你沒有達到的話 他就會繼續累積到下一次 譬如說你下一次的話 就要從3號開始算 到明年的3號 我們用了差不多1年又3到4個月的時間才得到 所以那些還在努力當中的朋友們不要放棄 雖然說時間是要用很長 我們也不是很厲害 很成績很好的學生 我們也是一步一步這樣子去拗過來 去堅持過來 所以大家加油一點丟丟的 在得到收入過後 然後他就會用時間來去審核你這個頻道 去看你的這個頻道 是不是用正確的軌道來走上這個 達到這個1000個subscriber跟4000個小時 因為他是人工審核的 他可能也會去看你的頻道 去看你是拍什麼類似的影片啊 是不是有一些很像光標的東西啊 之類等等的 要經過很多段的省核購 你才可以很像approve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好像也是花了 不懂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們就verify了 我們用了兩天後了 蛤 很多人哦 他們verify這個東西需要很久的時間 然後當你verify了過後 我們就必須要去到這個叫做google accent 去開一個戶口 就要把你的所有的銀行的資料啊 你的頻道的資料啊 所有的都要填下去 然後我沒有記錯到那時候 我好像還有填一張美國的 text form 哦 對因為這個google youtube是美國的嘛 所以變成我們在國外做的話 他們就是好像有抽text等等的東西 沒有記錯啦 在美國的text嗎 是抽我們30% 對30%了 很高欸就是 就是你做的所有的工作 你就無端端被抽到一個30%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你要用它的平台來賺錢嘛 所以 因為youtube畢竟是美國的平台嘛 嗯對 當你填完了這些所有的東西過後 你在google accent那邊哦 你就必須要unwordify你的地址 好這樣我們就會放我們租的地址啦 填了這個地址 它會寄一封信給你 就是這一封 就是這一封信 大家都在等這一封信 這封信其實我本來應該要丟掉 因為它放在我這邊蠻久的 我懶著去丟 那你知道今天可以拿來用 然後這個信裡面呢 其實它就是 一組你的私人號碼 就是好像 一個pin number這樣子 你得到這個pin number 然後你在輸入去這個google accent裡面 它就可以人家 wordify你的這個地址是正確的 然後你就可以 正式得到你的收益 當你得到了這個 approved的account過後 你每一千次看了錢 就會開始慢慢累積了 像一個春千桶這樣子 慢慢累積累積 而要累積到每一百塊美金 你才可以提款出一次 就是它才會儲量給你一次 那還有一點是 在做這個google accent 填寫資料的時候 我們有發現它就是 銀行戶口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要開一些戶口 是跟美國有關係的 就是觀眾朋友們 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不用 我那時候我去開戶口的時候 我是選擇 新加坡本地的銀行 對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有一點擔心 是不是收錢又有點麻煩啊 還是有一些會有問題 還是收不到錢之類 還是會抽text這種東西 有時候後來我有問了一個 新加坡的youtuber朋友 他就是跟我說 他是開這樣子的戶口 這個銀行戶口 對 所以我就跟著他去開 就是這樣子 因為youtube出糧呢 他是每一個月出糧一次 出糧日是在21到26號 所以youtuber的 出糧的薪水就是這樣子 before我們跟你們share 我們到底 總共賺了多少錢之前 我先來跟你們說一下 其實做youtube 不是那麼好做的 嗯 其實背後有非常多的東西 你們是看不到的 我犧牲了 我跟家人的時間 現在我看鞍仔 比我看家人還要多 因為我們做公司有正職的 我們是做六天的工作 我們只有一天禮拜天 是有時間出去拍攝 可能甚至有時候 趕的話 要在拜六晚上 或者是weekday的晚上去拍 所以變成我每個禮拜天 要跟他出去 就弄到我沒有了 fail time 再來就是如果禮拜天一天的話 我們也限制了很多 不能拍的美食 因為他們的 營業時間很不同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觀眾會跟我們說 哇你到了這個地方 為什麼沒有去 這個最出名的 一定要去的地方 你們沒有去 其實不是我們不想去 是因為 我們真的是有時間限制的關係 禮拜天一天 可能那間店也沒有開 然後我的安宅 也要回來新加國做工 因為我們現在大多數 在馬來西亞拍了嘛 所以那個時間 還有算車程這些東西下去 我們可以拍攝的時間 其實真的不多 當然其實 拍youtube也不是說 完全都是很辛苦的 我們也有 樂在其中 比如說 我可以了解到很多 我平時以前都不會去 關注的東西 吃到一些我平時都不會吃的東西 原來有這樣子這樣子的東西 這些都是只有在拍youtube 你才可以 很像活在當下的感覺 然後說到這個 edit video這方面 猜色還好 是回來edit video的那個時間 真的是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有正業的 所以我們要到到晚上 放下回來 我們才可以去edit video 相信做foo time youtuber的朋友們都知道 然後要edit一部好的影片 是需要時間的 很幸運的就是 我跟Andy 在AABudel的頻道 我們還有兩個人 一起 這樣子分來做 一個禮拜他edit 一個禮拜我edit這樣子 對 不然如果是一個人做youtube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們 我們是兩個禮拜 一部影片 自己edit 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出 我們的影片每個禮拜 都會有 有一點點不同的風格 因為我們已經有盡量去整合 要去把它弄成同樣的 成績給大家看 可是 因為畢竟 edit video還是 憑個人的風格來edit 所以有些東西是無法避免的 對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是做美食youtuber的話 你會發現到 我們兩個的身形 跟2020我們開始的那個身形 跟現在是有點不一樣 我們是稍微會變得比較胖一點 超肥超肥 我們出去啊 不是只是吃一餐兩餐 我們是三四餐這樣子來吃 來拍給大家看 透過這個youtube頻道呢 我們也認識了很多 新加坡的美食 對啊 然後也從中 透過一些觀眾的留言 因為我們了解更多 而且在新加坡 其實還有很多一些 遺棄的美食 所以我們有去trible的 再來就是一些 很像比如說 我們想了解新加坡文化的東西 我們一些做出跟 新馬比較 新馬文化比較的東西 所以會讓到很多人會去 來很像跟我們分享啊 我們說的是不是真的 還是一些 他們覺得 欸這也很好玩啊 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會更加的了解到新加坡 一開始我跟安仔 是在新加坡拍的嘛 因為那時候是Covid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新加坡拍拍拍一下 我們就不知道什麼回事 撞到了一批新加坡的觀眾 對 所以我們過後就說 這個新加坡觀眾呢 不只是可能喜歡看 新加坡的美食 或者是新加坡的旅遊 因為畢竟是新加坡人 應該都大概知道 本地的美食是什麼嘛 所以我們Covid開放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要回去馬來西亞拍攝 想要拍更多馬來西亞的美食 更多馬來西亞的景點 讓新加坡的觀眾知道 所以他們下一次來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可以知道 欸原來這個地方這個地方 有這樣子的美食 所以最後我要來跟你們分享 我們做Youtube所收到的收入是多少 189.99 其實你們會覺得很高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錢不多也不少 我也不知道這筆錢可以用來做什麼 我跟安仔的理念就是 做更好更優質的影片的話 我相信有一天我們可以收到更好的收入 OK啦所以大致上Youtube收入的東西 應該就是這樣吧 你們覺得Youtube是不是真的好賺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這一期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